花莲鲤鱼潭每年铁人三项以及龙舟赛事都吸引了上千名游客造访 从事践行单车以及踩踏船等水路活动 24号上午花东纵股风景管理处以及航港局还有周边业者合作 举办了鲤鱼潭水域活动安全救生演练剂航安奖席 与船艇业者共同协助船难救援防范船屋扩散等出力 要降低民众的油气意外 众管处表示驴潭赏银生态水域游戏活动 以及县府每年所举办的水舞龙舟竞赛国际铁人等多项活动 为维护游客油气安全众管处东航中心 驴潭商圈发展协会花莲县消防局第二大队受风分队以及游艇业者 借助航政以及消防单位的专业训练提升业者 在第一线紧急应变处理能力降低旅游的意外 很感谢我们的业者今天早上也跟我一起敬堂 为我们这个环境 驴潭环境来维护 那也等一下去年在航安讲习 还有我们这个小船的部分也协助了做这个 引擎故障 漏油的这个防范 就是希望让我们这个整个团面 维护它的这个整洁 那我们趁这个机会除了跟消防局 卫生局还有航务中心做这些准备工作之外 我们也把这些设施今年做了很多设施的改善 也希望迎接我们国境开放疫情结婚后 这个游客能够希望能够来我们旅盘来多多的旅游 那我们这个相关的产业能够繁荣的发展 那也感谢业者 那因为现在阵子在转型 我们现在SUV的业者都越来越多 所以我现在都要请他们一起来 因为未来我们团面有限 所以我们要怎么让游客安全业者安全 也希望大家后续一起来配合 训练内容包含了消防人员实际教学 载客小船着火后救援处理等 随上救生演练 航港局指出 鲤鱼潭周边水域油气业者的餐饮下 可以借此加强紧急应变处理的经验 业者间的一个协法 主要的目的 就希望能够避免相关有状况的时候去救灾 我们去救灾防止事件的一个发生和恶化 让我们消防队跟我们各机关之间 来做一个互相联系 来提升一下我们这个救灾的效能 以其我们所有同仁 以及我们所有救灾单位 彼此之间的默契 活动特别结合了航政以及消防单位 相关政府部门 与在地水域油气业者间互相的力量 让实际参与的油气业者 以及相关单位 强化现场救援的能力 降低旅游意外 维护旅游的安全 记者凌杰收风箱采访报道